哈囉大家好我是拉斯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還有Twitch 那今天要介紹的今天節首的消息是 終極測試罪券afaq 你想知道的遊戲情報盡在其中 那今天上傳影片的話應該是1月25號 那在明天1月26號上午就可以 做下載的動作下載遊戲的主程式 好 好本次終極測試是否三檔何時開始 將持續多長的時間呢 呃本次終極測試為不限量三檔 的計費測試 開啟時間為2021年1月27號10點 然後持續時間 一樣他寫 不 不少於兩週 好再來 下載的相關問題 本次終極測試將於1月26號上午10點 開啟預下載 測試開啟後 將於1月29號 測試第三天上午10點關閉下載通道 並在當日關閉註冊 也就是說 你一定要在這三天 這三天 這三天 趕快註冊 趕快下載遊戲 安卓iOS跟PC端都可以下載 屆時未下載 並進入遊戲的玩家將無法再次進入遊戲了 好iOS用戶如何參與本次測試 說iOS平台政策影響iOS用戶無法參與本次測試 少小可以下載官方 客戶端跟PC端 欸有點不行喔 可是他因為他後面又寫遊戲正式上市後才可以用喔 OK 所以這一次更正 只有PC端跟 安卓可以玩 OK 好再來 官方帳號在iOSPC跟安卓上面呢能不能互通呢 子王帳號在安卓iOSPC互通 三端 可以互通 在遊戲正式上線後 少小可以在任意平台 使用本次 測試子王帳號登入遊戲 並領取測試返還活動獎勵 請勞記你的登入方式 與帳號信息 盡量使用手機 號登入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也就是說第三次你玩完之後一樣會三檔 但是你 你計費的那些東西 就是你 你花錢的那些東西 會返還 那 具體上面 是怎樣還不清楚喔 就是你的進度應該是重來啦 子王帳號是什麼呢 子王帳號是用手機號 微信 QQ 微博 Apple ID 任意方註冊的 登入官方客戶端所使用的帳號 子王帳號在安卓 iOSPC 剛剛可以互通 欸如果你有微信的話 是不是 喔 用微信喔 這個要等明天 註冊我才知道要怎麼用 如果到時候 如果微信可以的話 我再拍影片教學好了 大區是如何劃分喔 官方圖鏡下載安卓 客戶端 PC互通 版 及通過TOP B站下載客戶端進入官方大區 通過其他渠道下載客戶端進入渠道大區 本次中期測試活動的十輪陣營 贈送的頭像框獎勵 在正式上線後如何領取 各位少俠需要在遊戲正式上線後 下載於本次測試相同渠道的客戶端並登入你在本次測試中的使用帳號 即可參與活動獲得頭像框獎勵 請你牢記你的登入方式與帳號信息 避免無法獲得獎勵 獎勵發放方式會在正式上線前公佈 請你多多關注官方消息 好 本次中期測試活動的十輪陣營贈送的頭像框獎勵 供測時的iOS渠道可以獲得嗎 目前指握帳號在安卓iOS PC互通版 三端數據互通 你可以使用指握帳號參與中級測試 在遊戲正式上線後使用相同帳號登入iOS渠道領取獎勵 也就是說可以啦 但是你要用指握帳號啦 你用QQ那些應該是不行啦 可以可以可以 指握帳號就包含手機號 微信 QQ微博 Apple ID 那你有Apple ID的人好像也是可以註冊喔 再來 設備的相關問題 本次中期測試對設備有什麼要求 本次中期測試安獨配備的要求是 適合CPU 3G 內存 70 970或同等CPU 4G內存 本次測試PC端設備要求 不支持XP 建議使用V7 V108跟V1064位元 然後記憶體要4G 如果設備出現發熱卡頓的情形怎麼解決呢 你可以在遊戲中點開 介面左上方的頭像 進入設置將畫質分辨率調整為D 然後關閉高針率 這將顯著緩解設備的發熱卡頓的現象 好再來 全 全面屏遇到顯示問題怎麼辦呢 如於全面屏顯示遊戲部分 介面受遮擋的問題 輕易進入手機設置中 找到全面屏相關設置 並對天氣節優存在理 應用的全面屏顯示設置進行修改 測試內容的相關問題 本次測試中我可以體驗到什麼內容呢 本次中期測試我們對主線 限制以十字細劇情進行擴充 同時 對這段時間以來 少俠們提出的問題進行優化 那我們之前在優化的時候 有拍這部影片了 本次中期測試有什麼活動 本次中期測試呢 我們準備了七大活動 供給各位少俠體驗 參與活動可以獲得十字印 絕品魂石 英靈皮膚 等大量珍貴獎勵 活動詳細請點字 OK 好 再來下一個 終體測試中的福利活動在遊戲正式上線後會有 會有嗎 除了測試專屬的頭像框及充值返還活動外 其他活動在遊戲正式上線都將保留 喔就是充值返還活動外 其他的也會在正式上線保留 那夜明龍 英靈跟皮膚活動公測會有嗎 公測後會有嗎 遊戲正式上線後會同樣會有 宿命之旅活動 藉此少俠可以再次參與活動 來獲取夜明龍英靈跟皮膚 喔 也就是 也就是你這次第三次拿到 的話 公測還是要再 解一次任務啦 遊戲活動什麼時候會刷新 當前版本所有的活動 用藝文副本高獎次數 藝文掃上次數都將每日零點進行刷新 好 翔端是什麼 翔端是天地結中極翔的增長 原作中的光獸領取 五大零獸的麥蒙當當作為翔銳之一 陪伴各位少俠的江湖之旅 玩家在冒險途中 傑式領取後 他會藏住在營地的篝火旁 並且起乘後大力圖指引隊伍前進的方向 同時我們還集結活動中準備了翔銳 獎金利 你可以在遊戲正式上線後獲得 各位少俠可以在以獲得翔銳中隨意切換 改變翔銳的外型 辦理冒險 本次的終極測試可以充值嗎 是否三檔 本次的終極測試 三檔計費 測試 測試時間可任意 充值任意金額 十字金啊 禮包啊 之類之類的 將會在遊戲正式上線後以現金券形式全額返還 同時還將按照活動規則額外贈送高額十字金 十字金獎勵 現金券有什麼使用限制呢 在遊戲正式上線後你可以在三層中消耗現金券 購買對應的金額商品 現金券 只能對應金額抵扣使用 無法購買非對應金額的商品 現金券獲得後你可以在任何時間使用 現金券訪皇的方式是什麼呢 邵俠可以在遊戲正式上線後下載與本次測試相同的渠道客戶端 並登入你在本次測試中使用的帳號 達到5節後通過游戲內 測試訪皇有活動領取 活動最終領取的方式可能會變更 請遊戲後續官方公告 活動期間 獎勵僅可贏取一次 可在任意時間內 任意服務器 進行領取 測試訪皇活動 自遊戲正式上線 60內 有效 好 最後一個 遊戲什麼時候正式上線呢 我們 還 將根據本次測試意見 建議對遊戲進行進一步完善與調整 目前遊戲正式上線時間並未確定 請你 還沒確定 不是上月11號嗎 請你持續關注官方微信公 公眾號 天地傑 優城佔領獲得最新遊戲工態 我們將努力加速開發進度 爭取 天地傑優城佔領 早日與各位 少俠見面 欸 那之前IOS 預約開放不是上月11號嗎 還是那個是 大概定個日期而已 因為他這邊有寫 說 遊戲正式上線 還未確定 喔他是指 他應該是指說 公測完之後吧 3月11號是公測嗎 應該是指公測完之後 的正式上線 OK 好 我猜應該要暑假吧 我猜啦 可是應該公測之後應該就不用了吧 好這邊 好啦就是這樣 好 我們今天的消息都到這邊啦 這是一堆問題 總而言之呢就是 想要玩的 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在1月26號 趕快下載跟註冊 然後他註冊的方式有三種 在這裡 呃 手機號 4種 5123455種 微信 手機號 QQ 微博 Apple 我覺得微信 但應該大家都有啦 應該有吧 應該可以大家可以靠微信去 登錄吧 好我們在明天 明天之後我們再試試看 好 希望的影片記得按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追蹤我IG 還有繼續 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拜拜 拜拜